欢迎大家收看汽车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松下公司正在商讨出售汽车零部件部门 以便专注于电动汽车竞争 中国理想汽车推出面向家庭市场的多功能车型 特斯拉尚未在墨西哥注册投资 部长表示 亚太金河组织峰会对人工智能持乐观态度 美中两国就对话达成一致 谢菲尔德刺商案 男孩遭到戴面罩的男子袭击警方 请大家收看 松下公司正在商讨出售汽车零部件部门 以便专注于电动汽车竞争 日经亚洲 据日本公司的声明 松下正在与与阿波罗全球管理有关的基金 就出售其汽车零部件子公司松下汽车系统的股份进行谈判 潜在交易是松下专注于电动汽车EV市场战略的一部分 该公司最近宣布将优先发展三项技术 EV电池 空调系统的热泵技术和供应链管理软件 汽车零部件业务不在这一重点范围内 并且一直在努力实现盈利 如果销售成功 松下将考虑将该子公司公开上市 中国理想汽车推出面向家庭市场的多功能车型 南华早报 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理想汽车推出了其首款多功能车型 MPV 理想 Mega MPV 旨在扩大其在中国汽车市场 家庭细分市场的客户群 这款7座 MPV将是该公司首款全电动车型 售价将低于60万元人民币 82819美元 MPV的预定已经开始 预计将于2024年2月开始生产 理想汽车希望这款MPV 能吸引富于客户购买更大型的家庭汽车 特斯拉尚未在墨西哥注册投资 部长表示 彭博社 特斯拉尚未在墨西哥经济部 注册其在蒙特雷附近投资工厂的计划 尽管特斯拉已宣布 其打算在该工厂投资高达100亿美元 但他尚未正式注册该计划 该公司此前曾表示 由于干旱导致水资源短缺 他尚未准备好开始建设该工厂 尽管存在延迟 经济部认为特斯拉的决定是坚定的 并且其供应商仍在该地区设立 亚太经合组织峰会 对人工智能持乐观态度 美中两国就对话达成一致 日经亚洲 在旧金山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 政界和商界领袖 对人工智能 AI表示乐观 并强调了对该技术的合作和监管的需求 美国总统乔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意建立一个政府间的人工智能对话机制 微软 OpenAI 谷歌和Meta的高管对这一协议表示欢迎 强调了全面监管和国际合作的重要性 谷歌和OpenAI的首席执行官强调了中美之间对话的必要性 表示人工智能需要一个共同的框架和监管 谢菲尔德刺伤案 男孩遭到戴面罩的男子袭击警方 雅虎 一名16岁男孩在谢菲尔德被一群戴着面罩的男子刺伤 事发时 一辆灰色车辆靠近受害者 然后这群人下车袭击了他 男孩的腹部 手和臀部受到了严重伤害 警方呼吁任何有信息或壁炉电视录像的人前来提供 现代汽车将成为首家 从明年开始在亚马逊上销售新车的汽车制造商 日经亚洲 现代汽车宣布将从明年开始在美国亚马逊上销售汽车 成为首家这样做的汽车制造商 这一举措是在洛杉矶车展上宣布的 现代汽车还透露计划从2025年开始 在汽车辆中安装亚马逊的Alexa人工智能音箱 此外 现代汽车将亚马逊网络服务 AWS 列为其数字转型的首选供应商 根据亚马逊首席执行官安迪 贾西的说法 这一合作旨在改善消费者在线购车的便利性 这是现代汽车在美国市场扩大业务 并在乔治亚州建立新的电动汽车工厂的同时进行的 中国将成为人工智能的先锋 字母公司首席执行官PX1表示 南华早报 Alphabet首席执行官桑达尔 PX1认为中国将成为人工智能 AI的领军者 并强调了美中两国在监管和创新方面的合作的重要性 PX1承认了中国在AI领域的工作规模 并表示两国之间的紧密合作关系 对于AI的长期进展是必要的 它将在AI安全方面的合作需求 与应对气候变化的合作重要性进行了比较 强调如果某个国家的AI技术出现问题 将会影响到互联网上的每个人 PX1还提到了谷歌即将推出的Gemini 这是一个基于大规模数据及训练的大型语言模型 将与其他最先进的模型竞争 用于自然语言回答 中国的高端电动汽车市场将迎来激烈竞争 科技巨头们加入其中 南华早报 中国的科技公司包括华为技术 百度和小米正在挑战特斯拉 在中国电动汽车市场的主导地位 推出了具备自动化和语音激活控制等 高级功能的新车型 这些智能功能包括自动驾驶技术 在中国市场上需求很高 被认为比马力或外观设计更重要 市场上竞争的加剧引发了过剩产能和价格战的担忧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些关于汽车行业和人工智能的新闻 首先 松下公司正在商讨出售汽车零部件部门 以便专注于电动汽车竞争 这是一个明智的决策 因为电动汽车市场正快速发展 松下希望通过专注于电动汽车技术来获得竞争优势 接下来 中国理想汽车推出了面向家庭市场的多功能车型 这款全电动车型的售价相对较低 希望能吸引更多家庭用户购买 中国的电动汽车市场竞争激烈 理想汽车希望通过推出多功能车型来获得市场份额 此外 特斯拉在墨西哥注册投资计划的进展受到了延迟 虽然特斯拉已宣布了巨额投资计划 但由于一些问题尚未正式注册该计划 不过 墨西哥经济部对特斯拉的决定表示支持 并认为特斯拉仍然是一个重要的投资伙伴 在人工智能领域 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对人工智能持乐观态度 并且美中两国就对话达成了一致 这表明各国对人工智能的发展都非常重视 并希望在合作和监管方面进行更多的努力 最后 中国的高端电动汽车市场将迎来激烈竞争 科技巨头们加入其中 华为 百度和小米等公司都推出了具备智能功能的新车型 这些功能在中国市场上非常受欢迎 这也引发了过剩产能和价格战的担忧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内容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对于松下专注于电动汽车市场的决策 你认为如何 对于中国理想汽车推出多功能车型 你会考虑购买吗 欢迎大家参与讨论并提问 谢谢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这些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do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